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天阿西亚TV 我是 Music in the sky 婷婷 那很高兴呢 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今天婷婷也是准备了非常非常多 有趣的韩国新闻要跟大家分享哦 各位迷迷迷妹们 一定要好好收看 那今天我们的 第一个新闻要说的就是 Victoria Victoria 就是我们的CM Blue 郑融合 那郑融合的经纪公司FNC 表示呢 郑融合正在以7月回归为目标 积极的准备自己的solo专辑 哦 天忆真的是太期待了 因为距离上一张solo专辑 已经时隔了一年半 那不知道这次我们的融合 我爸又会给我们带来 怎么样的惊喜呢 那不仅是solo专辑啊 第一张solo专辑的时候我们的融合我爸 就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这次我们一定要拭目以待 哦 对了 6月22号也是我们融合我爸的生日 那天忆也要在这边祝我爸生日快乐 专辑大卖哦 生日快乐 OK 那今天的消息啊真的都是非常好的消息 现在要说的就是 17号播出的produce 温温温温CNN2中呢 我们的国民制作人已经选出了 11位即将以wonder1 身份出道的成员 不知道大家喜欢的小鲜肉 有没有入选呢 那这其中啊最令人关注的 也是我们的在2012年 已经以newst成员出道的黄明炫 其实啊newst这一次 也是有其他四名成员 一起参与了比赛 只是最后呢都没有入选 不过啊在节目结束之后 newst的歌曲也是逆袭了 在韩国各大音乐网站 成员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也是在SNS上留下了自己的感言 希望可以更好的音乐回报大家 那天也是希望啊无论是在wonder1 还是在newst之中 大家都可以一起走花路 fighting 那说完我们的小鲜肉呢 现在就是长腿小姐姐的时间了 Tiara呢 在最近发表他们的新曲 我的名字 在20日播出的The Show中呢 也是获得了E位 哦 我们的小姐姐真的是好棒好棒 那天音也在这边祝贺我们的Tiara 可以获得E位 那不仅是粉丝们非常的感动 我们的小姐姐们也是在舞台上非常的感动 哭成了泪人 大家也是一起为Tiara姐姐们加油 我想啊经过了这么多事情 小姐姐们心里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感触 不过啊 希望我们的小姐姐未来都可以顺顺利利的 不计骂 不计骂 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呢 大家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啦 那就是我们帅气满分的帅气演员 池昌旭 那池昌旭呢 最近呢即将举办自己的个人演唱会 为了纪念自己出道十周年 以及即将入伍的事情 那这次啊 这次啊 这次的三间张门票也是在一分钟之内就完全受惊 天哪 怪不得天音什么都没有抢到 不过呢 池昌旭的公司也表示啊 因为有太多的粉丝没有抢到票 所以他们决定加开一场 希望有更多的粉丝啊 可以跟自己的偶像进去里的接触 那天音也要提醒大家 在去看演唱会的同时 也要支持我们欧巴的最新电视剧 奇怪的伙伴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大家一定赶快看哦 好啦 今天的最后一则消息就是我们的太阳 哎呀 不是啊 不是天上的那个太阳 是我们Bip Band的太阳 对啦 太阳呢 作为韩国娱乐圈的优质偶像 这一次呢 也是被授予了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 和残奥会的宣传大使 哇 这个真的是不简单啊 而且啊 我们的太阳尔巴最近也在准备自己的solo专辑 即将要带着他的音乐跟大家见面了 不仅是在韩国国内 那我们的太阳尔巴在日本 也即将开始开启他自己的solo演唱会 希望大家赶快买机票去日本看演唱会吧 好啦 今天的新闻呢 就说到这边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自己喜欢的idol呢 那天音也在这边不跟大家多说了 马上要订机票去日本看演唱会咯 到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天阿西亚TV 我是天音 下次再见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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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